一拳未出就赢下比赛 打不过对手 对方却主动送人头 把自己摔个半死 打游戏时总能遇到爱送人头的队友 拳击与格斗擂台 也不乏马是前提怒送人头的狠人 我们今天就来见识无畏 自我毁灭将胜利拱手相让的拳手 故事开始 15年前UFC赛场 格雷梅纳德一记漂亮的上钩打晃对手 紧接着顶着对方做爆摔 对手罗伯爱莫生顿感不适 表情痛苦并拍了拍梅纳德的后背 有正义的来了 格雷梅纳德身体太软 看起来比对方还糟糕 伤敌八百自损一千 把自己摔傻了 最后因两个人同时丧失战斗能力 裁判将比赛判为无结果 格雷梅纳德小宇宙爆发对比赛结果不满 开始抗议 跟现场主持人乔罗根 白头起来 你看对方都已经不行了 对呀 你自己不也翻了白眼 我觉得吧 判无结果可以理解 是不是可以在格雷梅纳德的战绩上 额外加上两次KO记录 毕竟他只用了一招就干翻了两个人 我话讲完 谁赞成 谁反对 相似的情况还出现在Pride 27 马克卡尔大战三本一九 三本一九也是位很经典的拳手 当过不止一次的背景地 这一回却减了个大便宜 比赛没多久 马克卡尔一个爆摔把三本一九撂倒 对手并无大碍 马克卡尔自己却收获了婴儿般的睡眠 三本一九看对手身体发软 霸气十足的连补几拳 随后高举双手 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 这场比赛过后 三本一九直到退役 一口气打出了九连败 镜头一转 这是青木真爷与大卫加纳德的比赛 青木真爷被称为柔树怪才 而对手大卫加纳德 明显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被拿到后背也不慌不忙 腾出手来跟现场观众亲密互动 这是真的送了人头 青木真爷反应迅速直接锁头 几秒钟后便用裸脚的方式降服取胜 这几位大神还可以理解为大意了 接下来两位则直接选择了挂机 这是2013年10月GF格斗赛事 克劳迪尼安吉洛与他的巴西同胞 希尔瓦的比赛 克劳迪尼被对手接腿迎击 双方缠斗在龙边 千军一发之际 克劳迪尼按下了暂停键 随后克劳迪尼向一个寻找出口的野兽 发现铁龙被上锁后 直接翻墙头跑了 顶着满场的虚声 给观众留下一个潇洒的身影 最终胜利也直接落到对手身上 有观众说 克劳迪尼一文被戳到了眼睛 所以不满 不过也有媒体报道说克劳迪尼 牙套出现了问题 想暂停比赛被裁判拒绝后 很任性的选择了挂机 再来描一眼 拳击赛场 这是2018年8月 拳击新星阿贾哥巴 与科蒂斯哈勃的重量级比赛 一切准备就绪 观众 瞧手已盼 对手摩拳擦掌 铃声响起裁判 大手一挥 科蒂斯直接溜了 放了所有人的鸽子 他迈着猫布 留下一个帅气的身影 直奔后台更衣室 科蒂斯随后被取消比赛资格 这也被称为史上最快的拳击比赛 同时也创下了铃声响后 双方一拳不出 便取走胜利的奇葩记录 后来主办方跟拳手各有各的说法 总结起来还是钱闹的 科蒂斯跟主办方在合同与出场费上产生了分歧 索性就把拳击比赛演变成了异常走秀 类似的比赛还有很多 如果大家感兴趣 回头找一些素材再与大家一同分享 喜欢拳击与格斗的朋友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